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是等小孩子出生以后再去做预防 应该在怀孕的当下 就要让孕妇有优质的空气品质 大家都知道空气污染造成呼吸道的一个过敏 那我们也知道台湾过敏额的比例越来越多 在怀孕的时候家长都会只注意吃的问题 怕说吃这个会不会过敏 吃那个会不会过敏 那常常忽略掉空气污染对胎儿的影响 目前医学期刊的报告显示 在空气污染的微粒分子里面 像PM2.5、PM10 母亲吸入空气污染的微粒 会透过胎盘去影响小孩子 学界也已经确立空气污染的一个微粒 确实会造成妈妈的流产早产 以及胎儿出生体重过轻 增加发炎的反应自闭症的比例 降低免疫力 另外在妈妈心理层面的影响 可能会增加产后忧郁症 空气污染会对胎儿造成的伤害 可能会影响终生 所以我也想帮忙宣传这个观念 早一点使用空气侵应机 提供胎儿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 室内空气污染物最常见的就是甲醛 我们知道甲醛它会影响细胞的分裂 蛋白质一个生成 那在怀孕8到15周的时候 是胎儿脑部心脏神经系统 重要器官形成的一个阶段 如果在这个阶段长期 孤芦在甲醛的环境下 就会提高胎儿异常的一个机率 我们常常听到婆婆妈妈 在房子装潢好之后 为了去除甲醛的味道 常会在家里四处摆凤梨 我要告诉大家 放凤梨是没有效的 放凤梨是没有效的 甲醛它常常漂浮在我们室内 大概100公分以下这个空间 所以当baby在爬行的时候 常常副裂掉 在这个空间里面要提供纯净的空气 Honeyway在最近它要出一个新产品 叫做HPA400 绰号叫小醇 它可以获利空气污染中的微粒 还有病毒过敏盐 它有一个特殊专利 能够分解空气中的甲醛 而且它考量到宝宝 那有强化底部空气的进化 当宝宝在地上爬行的时候 能够提供更纯净的一个空气 而且它运染值是低分贝的 气象报告如果空气不好 有雾瞒的时候避免出门 那主要是要避免PM2.5 浓度高的时候出门 另外就是外出的时候 尽量戴口罩少到人多的地方 虽然现在新冠肺炎不用戴口罩 但是我还是建议孕产妇 应该要戴口罩是比较好 回家后立刻梳洗 那主要是避免衣服上沾染的空气 污染微粒以及三手烟 那去影响到胎儿 另外装潢的时候 或购买宝宝玩具的时候 我们就要挑选瓶甲犬产品 降低宝宝呼吸道过敏的问题 最后在怀孕开始 就使用空气清淨机 称呼我为绳势手 有一点太公为我了 每次产检的时候都要去触摸孕妇的肚子 去感受胎胃子宫大小 顺便评估胎儿的体重 那常常我评估的胎儿体重 跟实际小孩子出生以后相气不远 所以大家认为我的手很准 有时候我的同事他们在接生过程 遇到孕妇胎儿困难晚出的时候 那他们会紧急求助 那常常我出手以后 就能够让胎儿平安地生出来 可能是以上两个原因吧 体验长他们提供了一个 温柔生产的环境 让孕妇及家属到牧生诊所 都有到家的感觉 提供一个整合的医疗群照顾 一条龙式的系统性服务 降低了对生产过程 疼痛的害怕 他们创立了宗旨 以及医疗照顾的一个服务理念 所以我才会在退休后 选择到牧生妇幼诊所 看人的当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准妈妈或家属 会问说 我要注意什么事情 那我常常会告诉妈妈的是 怀孕生产并不是生病 只是生命中一个过程而已 那最重要的就是 要吃饱睡好维持愉快的心情 在怀孕过程中你担心的问题 就交给你的产科医师就好了 另外从怀孕开始 就建议要尽早使用空气清净机 以维持空气的纯净 降低胎儿变成过敏儿的机率 从怀孕开始 以纯净空气迎接新生 我推荐Honeyware空气清净机 照顾宝宝呼吸健康新伙伴 小纯心上市 Hangstyle 横隆行